欢迎收看4月16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迹 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公职 起薪便是3000令吉 这个薪酬绝对能够吸引很多人 不过数字显示 华人还是不热忠当公务员 大马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马莫阿当指出 全国11624名考生参与了S27级 助理新闻官员的线上考试 但是华裔只有56人 占的比例只有0.5% 而在2014年 全国1588252名申请者当中 华裔申请者只有大约2% 或者是32841人 比英译申请者的3.7%还低 这样该部目前正努力解决 华裔公务员过低的问题 下则新闻 六家通讯公司响应政府的呼吁 承诺在两个月内降低宽品收费率 而降幅将介于14%到57% 不过根据新周日报的报道 只有新用户可以直接以比较低的新价格 签购这些配套 至于那些已经和通讯公司签购配套的现有顾客 不会自动获得这些优惠 必须向各自的通讯公司提出申请 下则新闻 曾经闹得沸沸扬言的UBSR泄体案件 今天在芙蓉地庭审讯 两名涉案的男教师因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 法官在判决前指出 这事件的真相有如MH370客机事件般神秘无人得知 虽然被告被释放了 但他还是希望有关当局能够继续调查下去 揪出事件的罪亏祸首以避免泄体事件再度发生 今天是陪德小学五年级学生病逝之后的第一个开课日 全校390人当中只有102人到校 之后再有学生申请早退 导致学今天出席率低于26% 为了让家长安心 校方采取各种措施 包括全校进行消毒清理 在校门外为每名师生测量体温以及派送口罩 今天马六甲教育局巡视了校园之后 重申周内未接获任何相关病例的报告 也没有发生传染性病毒的病例 因此学生可以如常上课 最后是国际新闻 美国全国230多个城市和小镇 新日三出现大批民众走上街头示威 要求把最低工资提升到每小时15美元 根据了解当地目前的薪金 时薪只有10.1美元 这街头示威 单是在纽约就估计有1万到1万5千人响应 今天的大事迹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